今天财经评论的题目是 斯里兰卡破产 政府垮台 只因落入中国陷阱 进入7月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局势骤变 7月6日 该国政府宣布国家破产 7月9日 民众爆发大规模抗议 尤其在首都科伦坡 数十万民众聚集 要求总统下台 并向总统府进发 军警阻挡并朝天开枪 却挡不住抗议民众的滚滚洪流 很快 人民占领总统纳贾·帕克萨落跑 随后 落跑的总统和隐身的总理先后宣布辞职 国家权力临时转移到国会 这相当于斯里兰卡人民直接把无能政府赶下了台 震动国际 斯里兰卡巨变的背后是中国因素 中共的一带一路 多年来 北京把这个印度洋岛国视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要塞 在该国投下巨资 很快让该国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2017年 已无法按期产还贷款 根据协议 斯里兰卡政府被迫把他的最大港口 汉班驼塔港的使用权 攻守交给中方 期限长达99年 此一情节是为中共对斯里兰卡主权和领土的蓄意蚕死 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和批评 中共用同样的手法占据非洲国家吉布提的港口多拉雷港 并把该港军事化 北京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并非只有汉班驼塔港 随着对中国投资的依赖 斯里兰卡一步步落入更大陷阱 到今年7月 外汇储备耗尽 无法支付外债 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高达30% 燃料食品和药品短缺 该国2200万人口中600万人面临食物匮乏 因停电和医疗体系崩溃 当局要求全体国民居一家办公 到政府宣布破产的7月上旬 当局下令停止对普通人出售燃料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被逼出售下车的国家 而所剩无几的燃料 仅能供列车 公交车和医疗车运作一周 于是 人民愤怒 民情汹涌 大规模抗议爆发 并很快攻占总统府 斯里兰卡是继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等国之后 因接受中国巨额投资倒向中国 而最终走向破产 沦为失败国家的又一例子 举世望去 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发展 自负 更不用说繁荣起飞 相反 中国一带一路所到之处 沿线国家 从中亚到南亚 从中东到非洲 竟都落入程度不等的债务陷阱 即中国陷阱 陷入贫穷与落后的恶性循环 这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美国筹集巨资 援助饱经战争之苦的西欧国家 包括被美国击败的德国 以及亚洲的日本 帮助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国家 重建家园 重振经济 于是 西欧国家很快复苏 发展发达 其中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 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发达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这正如中国的邓小平所言 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对比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当今中共的一带一路 区别至少友善 其一 前者建设项目公开透明 援助国和被援助国公司都参加公开投标 公平中标 后者 所有项目都由中国公司包揽 许多项目甚至连工人都从中国输出 几乎不给所在国机会 其二 前者循规者守协议 后者靠行贿和腐败 其三 前者保护他国的资源与环境 后者 掠夺他国资源 对他国生态环境肆意破坏 关键的区别还在于 美国的出发点主要让受援国直接获益 中共的出发点主要让自己获益 让中方从中捞进好处 趁机榨取他国 然而 短视的中共收获的只是短期利益 远见的美国收获的是长远的战略利益 帮助他国巩固民主和盟邦 根除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火种 帮助这两国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崛起繁荣 均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的面子工程一带一路被中国民众讥讽为大傻逼 被沿线国家称为债务陷阱 新殖民主义 既有损于中国人民 又不利于他国人民 为何热衷 原来 中共权贵 包括中共各级贪官 可以从中洗钱 吃回扣 上下其手 中保私囊 我早就断言 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中共贪官的洗钱路线图 作为行贿与腐败的证明 2018年时任斯里兰卡总统的希里塞纳公开炫耀说 习近平主席送给我一笔20元20亿元人民币的大礼 他说我可以用于任何我喜欢的项目 在这里 该总统没有名言的就是 他完全可以用于个人开销 美国和西方忧虑中共的一带一路 甚至筹集资金与中共竞争 现在看来 美国和西方可以松一口气 或许用不着竞争 中共的一带一路就不战自败 而溃败正在发生 并成加速态势 习近平动辄声称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失败就是中国方案的失败 实际上 习近平上任十年 战无不败 雄安新区 厕所工程 新疆棉 香港一国两制 上海封城 战狼外交 不一二举 一带一路只是其中之一 败局之一 以上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所做的财经评论 考虑 ね 嬴